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英之女陆文汐为复仇潜入东宫化名阿宝 与萧定权的相互试探兼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 并最终反割住萧定权圣帝 顾思林被害 萧定权为家顾孤身半血 收复顾家兵权交给皇帝 自己背负千秋 骂名而死 多年后皇帝看着阿宝留下的孩子 终于老泪纵横 罗锦之前在锦绣未央 也饰演一个皇子 与之不同的是 萧定权并没有得到过父爱 更是父被收低的太子 对于这样的角色 相信罗锦能够演绎的游刃有余 李毅童饰演女主阿宝 文官录音时女 化名阿宝进入董公复仇 在数月筹备和等待之后 他成功吸引了萧定权的注意 两人在相互试探间 产生了情愫 除了罗锦和李毅童这部剧 还有多位老气骨加盟 陈道明饰演男主舅舅顾思林 是手握重拳的将军 王晋松饰演太夫罗世瑜 虽然严厉 但真心对待太子 而且还是望眠之交 另外还有一个配角成功吸引了观众 就是饰演术长子习王萧定唐的金汉 本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男性 但近期凭借热播剧 你和我的青城时光爆红 他饰演的男主力 志诚又帅又聊 使其微波粉丝瞬间暴涨 名气迅速提升 不过金汉此前也一直演绎大反派 在锦绣未央和楚桥转 都让人咬牙切齿 不过也的确证明了他的演技 如今再次演绎大反派 可谓是很值得期待了